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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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 才刚出山林 脑袋没清醒 人生小精灵 我 有一身本领 这样独自闯入了乌林 隐隐 相信命中注定 四处找醒却没人说明 再次降临 期盼爱情 究竟谁是我的甜蜜 看 原来缘分 一直都在等着我 相信爱真的存在过 你看我光明美梦 四季洒脱 对爱从来不会有疑惑 虽然我悬崩天火 倒出窗户 来的人结不过是我爱的下落 怎么找谁也分音过 什么对错骄傲看我 何必再鼓励太多 只知道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会陪着我 这家家人 你知道你后来 是什么下场吗 听说是被太子一杯毒酒毒死了 然后弃尸乱葬岗 我没有听你的劝 招有了这种身份的男人 活该被玩死 你可知道当我 亲手埋葬你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疯不哭泣 繁华诺曼迪 一点一滴把我坠入城里 悠悠思绪 爱从何说起 在你眼中成了谜 感叹惊喜何心 苍蜜千般别离 未曾想有与你 再相遇 怎么会从你身 听见我心跳声 那些入梦飘泊的此生 情节悄然沸腾 书根缠绕缘分 只问你是否练习过程 怎么会这缘分 让我回那个城 看破难界却不闻离分 飘然听闻草屋 沿沫 沿沫 沿河 沿河 为你 守候 怎么会这缘分 怎么会这缘分 带我回那个城 找寻你曾一朵的体温 沿沿河 沿河 沿河 风华我的路程 小谈今生何必再过问 从开始到现在 你找的男人 简直一个比一个差 你凭什么相信眼下这个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没说我相信他 但我相信 我这次不会再把命搭进去了 之前那两个 一个我亲手解决了 一个我还没出手就已经被干掉了 所以你看 那些害我的男人一个也没有好下场 就算命运跟我开了最残忍的玩笑又如何 我现在还不是好生生地站在你面前 我不怕死 也不在乎 为什么你比我还记忆呢 我只是没见过你这样蠢到作天作地的女人 我有时候就在想 你的心长什么样子 你就不会心痛吗 我不太明白 你生什么气啊 没有男人你活不下去是吗 不是男人也行 下棋都要黑白两子 讲究棋风对手 我其实就是想要个陪着我的人 哪怕只是说说话也好 这样的冤枉你能理解吗 这么说你可能不懂 你试着想象一个画面 漫山遍野只有你一个人 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 又一点点落下 看着雪越来越厚 白茫茫的一片连脚印也没有 看着那些树紧紧挨在一起 越长越高遮住阳光让你觉得越来越冷 算了 跟你说这些太虚无缥缈 就拿着香匪木做的棋盘来说 香匪木成才至少需要成长千年以上 接下来的木料至少要风干二十年 才能做成这个棋盘 在这一千多年里 你想它得多孤独 多想有人陪呀 就好比这世间的女子 都想找个良人相依相守 白头盗老 这都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胡说八道 我知道 你讲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说我找的男人们 都不是好东西 唐环也会害我 可是我既然答应要救他 我就得做到 他以后会不会害我 跟我现在救不救他 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如果他真的会害我 那我一定会以牙还牙 加倍奉还 其实我对他 我会还没说完 站住 谷主 谷主 站住 不是 回车 你看看他 每次都不让我把话说完 我今天最想问的都还没来得及问呢 我看你是要把我们谷主给气死啊 那我去看看他 他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 你说你想问什么没来得及啊 对了 对了 回叔 你以前是不是也见过我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难怪我觉得这次来风华谷这么熟悉 是 那除了救人他可我还有没有别的瓜哥 这件事啊我来说不合适 谷主也没提过太多 他从小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 无人可以交心 所以很多事都放在心里独自承担 可惜了这副好气盘啊 很多时候你亲眼看到的 和亲耳听到的 未必就是事实的真相 在你没发现的背后 有很多事是你不知道的 回叔 那你就告诉我呗 你话不说全我晚上会头疼的 回叔 没事的 他不会知道的 他不是还在生气吗 气境可真够大的 你说你家谷主既然那么讨厌我 我被坑了他不是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吗 那我就多嘴说两句 你看啊 这谷主呢 身为医者 一般只会治病救人 不会轻易杀人 他更不愿意管那些江湖的恩恩怨怨 但是在唐门的时候呢 他却主动出手 揭穿唐阳的真面目 你猜这是为什么呀 回叔 你这说话说一半还让我猜 头疼 姑娘 慢慢猜 我相信你一定能猜得出来 他出手 是因为我吗 难道别人骗我是为了利用我 而他是不让我知道他的好 男人歇海底针呢 男人歇海底针呢 搞不懂 不能救人家 我 别 활동了 你这怎么着 生他气了 他有什么值得我生气的 我要是天天跟他生气 我早就弃绝神滑了 你说你也是 你跟一个姑娘家家 犯得着吗 还发那么大火 好好那千年相斐墓的棋盘 就让你 我不说了 你先上去 你快走 快去睡觉 我年纪大了 叫少 你保重身体 白月 我风华谷历代修的是 医圣之道 远离凡俗 断情绝爱 今日起 你乘我谷主之位 自有绝情咒 祝你潜行窥探一道 一旦动心起念 必遭天地同浅 永受焚心之苦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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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把楚河舅都拿来了 听说这是你们风华谷的宝贝 你每天都要用 你这是做什么 对了 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宝贝 没有拿到手的 我去帮你拿了 就当做是我对你的感谢 我风华谷西式珍宝巫术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入得了我的眼的 你干什么 我先把他砸了呀 再去给你寻套更好的 这不就行了吗 行啊你 出息了 我听说你还对我的小白动了主意 现在又要摔我的东西 我就是想谢谢你 那算了 不 不砸了吧 拿过来 不砸了 本公子可以答应你救人 但是有个条件 但凭公子吩咐 你在风华谷呆满一年 不得离开 你 你想干吗 难道我之前真的纠缠过你 你改变主意想要我了 别乱说 收起你的痴心妄想 行 您要留在谷中也行 但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 出于医者的好奇 我想解开你身上那些谜团 你要研究我的身体 你怎么还抓着我的秘密不犯 我有什么好研究的 而且 一年是不是太长了 你不答应 刚好 本公子也不想救他 你 站住 好 好狗不挡路 你真的只是单纯地想要研究我 当然是了 听完那样的故事还能无动于衷 我也只能随你所愿 既然你不撞南枪不回头 我身为医者 尽人事罢了 你就没有一点别的想法 本公子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 那正好 我也不敢对你有任何想法 站住 过来 过来 只要你救活了他 只要你救活了他 我自然会来谷中待满一年 我现在还不能出去走走吗 你求我救人什么活都不干 还想在我谷中白吃白住一年 哪有那么好的事 拿好 跟紧我 拿好了 摔坏了你赔不起 不过来 我这昨天又被谷中骂了 谁让你那么粗心 我 天上白色月光与红色晚霞 人间白衣裳年红云云霞 这一生抬着你只浪迹天涯 总是机会兜兜穿着不变的牵挂 这一等生死似乎着群沙 祝你遇见的是你 祝你和你防前月下 好 走 你没事吧 你不是神医吗 怎么会这样 我又没死 你这样干吗 我也痛 你 你又怎么了 你哪儿痛 我头痛 我 我会不会就这么死了 你 你别管我 我死没关系 你 你千万不能死 屋主 屋主 你别管我 给她吃了 叶姑娘 快扶过去 好 你醒了 头还疼吗 你刚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快死了 能不能别老咒我 那 我以为我快死了 我都没死 你怎么死 你当我这个神医是摆设 看够了吗 你刚刚到底怎么回事 看起来好吓人 看够了就回自己屋子 我已经好了 能不能不吃药 不是给你的 我也没什么事了 我就不喝了 不行 余毒不清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这药方可是你自己的 原来你也怕苦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喝毒药呢 你怎么会中毒啊 你中毒了 你怎么会中毒 你赶紧走行不行 我中不中毒和你没有关系 我们又不是外人没事 你不用装 你 你中什么毒你快告诉我 谁跟你不是外人 我 叶姑娘 别问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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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叔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怎么中毒了呢 别问了 走吧 回叔 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就去找杨柯 逼他说出来 还不是为了配制九转回魂丹 给唐环解毒吗 这个解药非常复杂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谷主呢 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只能亲自食药了 你说他以身试毒 是为了救唐环 准确地说 是为了你救唐环 白月 你是不是疯了 就算是救人 也不用牺牲到这种程度吧 我是想你救人 但没让你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你这么做 是想让我良心不安吗 你这么做 我怎么能相信我们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你其实根本不讨厌我对不对 发生过又能怎样 回叔 你怎么也不劝劝他 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 不是 他的脾气跟医术一样古怪 谁能劝得了啊 倒是叶姑娘你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你可别忘了 唐环是你带来的 也是你求谷主救的 如制不出解药 他就会死 在你心里到底孰清孰重啊 我 不用跟我说 你自己好好想想 好 我 还能说 你 贾药 但这是谁 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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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离开了 有时候 已经足够了 他的大大大 必然 Parlament 但如果你要有个什么 三长两短的话 你瞧他昨晚上那样 那还不得疯啊 慧叔 你今天是不是很闲 不是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你 我看出来了 慧叔 你这明眼心细的 要不考虑一下 帮我照顾一下千藤万苦啊 岁数大了 被人嫌弃啰嗦喽 这你这书吧 这你的书吧 怎么在你那儿 我捡到的 你怎么着要说的 也就只有你会看这种小黄书吧 这怎么能够叫小黄书呢 你看这书都黄成什么样了 而且在咱们风华谷 除了药材就是医术 也就只有你会带这种小黄书过来吧 我给你删了个事儿没 要不你把这书 再叫我看看 我不见 小气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捡到一本小黄书 是叶姑娘的 我已经给她了 什么小黄书 我也不知道 她也不给我看 谁允许你在这儿煮东西了 我说你不让我进厨房的吗 那个 你身体好些没有啊 昨晚你不由分说 就把我赶走了 害得我呀 我担心了一整晚 你这会儿 感觉怎么样 已经没什么事了 等等等等 等等 没事了也得补补 恢复一下元气 那个粥是我专门给你熬的 给我的 我认真拜读了 你给我的那本饮食书 这山药枸杞加芡食 养胃养肝养肾养盐 你以身食毒一定伤害很大 你就多吃点补补啊 然后你再看啊 这个芡食捣碎了之后 更容易阻拦 怎么样 我够贴心吧 养什么肾啊 是不是灰叔之前 给你的小黄本看多了 以后再敢乱看的话 全都陌生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是不是毒还没有清干净 谷主 没事吧 没事 灰叔他没事吧 你刚才和他说什么了 我 我也没说什么 我好心给他煮粥 他就突然那样了 小心烫啊 小心烫啊 叶姑娘 这都是补肾的呀 你要干吗 这不也是养胃的吗 养胃 那你不妨试一试身灵粥 没有人参用党参也可以 然后再加上茯苓生姜 用精米最好 煮好了以后 姑娘你亲自送到谷主房间里 我保证他会喝 对了 你都不问问唐桓吗 他都醒了 对啊 醒了正好 这粥别浪费 给他喝 灰叔你要不要来点 不必 火呀最近火大 吃些药也别浪费了 都倒进去 好 谢谢你啊小夕 还亲自为我煮粥 你不用这么客气 只有你的人是谷主 说来我还没有见过谷主 我几次跟灰叔说 想要亲自拜谢一下谷主救命之恩 但灰叔总说他在闭关 他为了研究救你的解药 有点伤神 需要静药 对了小夕 你见过谷主真容吗 听说他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 他不愿意见我 但是我不能不感恩啊 回去之后也没有别的报答 只能请一些高香 好保佑他永远康健 其实 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医白月 没想到啊 原来他们是同一个人 难怪医术如此高潮 你在想什么啊 这么入神 当然是在担心你啊 江湖传闻 闯过风华谷的机关沙阵 可是九死一生 小夕 你是如何做到的 我运强好吧 传闻要求谷主出手相救 可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你又是如何做到的 他这次提的条件还能接受 你不用太在意 小夕 我怎么可能不在意呢 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今生今世都无以为报 我只想要问清楚 你这一路走来的辛苦 好让我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 不能忘了你对我的情谊 小夕 你能不能仔仔细细地跟我说 你是怎么找找这儿的 又是怎么进来的 又是怎么说动谷主的 事无巨细我都想知道 关于你的一切 还有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都要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个不急 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 你先好好休息吧 小夕 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是不是不相信我 不是 白月提的条件是 让我留在风华谷 供她研究一年 研究 她怀疑我失忆是另有原因 出于医者的好奇 想让我留下来研究一下而已 这会不会很危险啊 那倒不至于 你不用担心 小夕 小夕 你能不能先陪我回趟唐门 我想招告天下 与你成亲 你 你要跟我成亲 对 我的心意早就给你许过 如今大仇得报 我还能活下去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娶你为妻 小夕 小夕 当我们回趟门 让我当上了门主 你就是门主夫人 就不是他们口中的妖女了 我以后都会好好照顾你的 如何 可是 我答应了白月要留下谷中 我知道 做人要言而有信嘛 那这样 等我们成亲之后 你再回来 我陪你回来也行 小心 我还得继续去澳洲 等你痊愈了之后再说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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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白玉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我给你煮了另一种粥 你吃吗 不吃 唐环要我陪他回唐门 他伤势出狱 路途遥远 一个人在路上派我危险 不过我送他回蜀地之后 还是可以回来风华谷的 唐环还要召告天下 说要跟我成亲 你一定要现在就假吗 为何不能先履行我们的一年之约 你就没有想过唐环要娶你 也许是为了得到你手上的 鲍宇梨花镇真心唐门 先搞清楚他是否真心也不迟吧 鲍宇梨花镇本来就不是我的 回到唐门也理所应当 既然你心意已决 又何必跑来说什么和我商量 此时本公子无权插手 但我总觉得要先问过你 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像比所有人都要重要 都让我在意 虽然你总是对我冷言冷语的 可我觉得那不是全部 远远不是 所以 如果不弄清楚我们之间的前缘 我的心就好像缺了一块 好像错过了什么 我再说一次 我们之间的事只有你求我救人 你的感觉全是错的 我救唐环只是为了钻研一刀 这才不惜冒险十度 至于方才提醒你的那些话 你就全当本公子 眼里若不得杀吧 那我换一个问法 你对我真的就没有一点动心吗 你可知历代风华谷谷主 为何终身不屈 因为这世间女子无一人堪陪 就如同天上的仙人 和凡间的蝼蚁 一辈子不可能 你真的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吗 本公子风华正茂 这世上恐怕无异女子能配得上我 谁都配不上你 那祝你孤独终老 你是天上的仙人 不懂这人世间的红尘子墓 你更不稀罕这一碗粥 但我也不是蝼蚁 可以任人轻视 我对你死心了 就此别过吧 我一定会找到 携手白头的良人 不服你 心有节约如轮回 才将故人追寻 过岁月金色又远 却浓我衣ั披 仅生做虚无痰 铲那烟火虚雨 藏上手来世路 吴沃 年夕 夜夕 风化古古朱神父祖宗 若不断清绝爱 便会疼痛致死 你要不知因何极缘 我伤痛是你竟也感痛身受 我只能断此情节 不想让你因我而痛 更是因为 你希望有人相信一生 而我 注定无法带你到老 你先上车吧 谢谢 没事 叶姑娘 路上慢点啊 好 我们走吧 随便 凤华谷真的太让人舍不到了 对了 相信 你会不会后悔跟我离开这儿 你放心 我答应过的事 就会说到做到 封华谷好虽好 就是不太适合我 这里头万一我不小心 砸碎了什么东西 一样都赔不起 就连一个棋盘 都是千年香匪木做的 一幅学位图 都是不传世的成心堂旨 我可不想一辈子都欠债 走吧 谷主 这人都要走了 你还跟着慎着 你赶紧出去看看去吧 这不是我的书 你别管什么输不输的了 我问你 这回你当真不跟着了 你要让他冒着万一之险 到最后追悔莫及的 肯定又是你自己 行了 啰嗦 给楚遥传个信 问问情况如何 不是 我给楚公子传哪门子信呢我 谷主 谷主 你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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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 你去我 你去我 我去我 你去我 爱寻回不离 那声相伴相依 小声万转一举 又让我懂往昔 所愿未成怎与你分离 怎么会接眼看 待我回答歌诚 找寻你曾遗落的体温 轻轻一梦附生 风华我的路程 小谈尽数何必再过问 怎么会有人谈 不值得不生恨 往事难说尽故人情恨 无心草木之痴 盼着情真 为你守核此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